好啦 等了大概5到10分鐘之後 我們的麵來啦 不仁直視 超級大隻的鱷魚腿肉 這個鱷魚腿肉 真的是比我的臉還要大 它一隻腳就等同於我的臉 超誇張的 然後看起來超級豐富的這一碗 雖然說這一碗要1500塊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尼亞 又來到我們的奇怪美食系列啦 我跟大家說 最近的奇怪美食真的是超級多 沒錯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呢 就是位於雲林斗六的 哥吉拉鱷魚拉麵 好啦 等了大概5到10分鐘之後呢 我們的麵來啦 不仁直視 超級大隻的鱷魚腿肉 這個鱷魚腿肉 真的是比我的臉還要大 它一隻腳就等同於我的臉 超誇張的 然後看起來超級豐富的這一碗 雖然說這一碗呢要1500塊 老實說不算便宜 但是呢畢竟鱷魚腳這種東西 真的是非常稀有的食材 平常根本就不可能會碰到 那我們實際上先來吃吃看這個 鱷魚肉 什麼口感 好期待喔 其實看上去 也是白肉 感覺就是 很像雞肉的感覺 那我們吃囉 好酷耶 沒有太多的本身肉的味道 還是比較多是滷汁的那個味道 但是呢它的口感比雞肉要再更Q 大概要乘以3到4倍吧 對於吃下去它是會彈的 這個口感很特殊耶 喜歡 除了比雞肉還要再更Q彈之外呢 它又比較扎實一點 它跟我們上次吃的青蛙就完全不一樣 青蛙呢它是比較容易入口即化 那這個呢就完全不一樣 但是你一咬下去 你還會覺得要再用力一點點 才有辦法把它整塊咬下來 但說真的都很好吃耶 那我蠻訝異的是它沒有腥味 因為呢這師傅有跟我說 他說其實這個皮的部分呢 是會有腥味的 但他在把它去皮之後呢 竟然完全就沒有腥味了 好啦那我們這次的哥吉拉鱷魚拉麵的開箱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老實說會讓我還蠻驚訝的 因為一開始呢 我覺得鱷魚肉一定不會好吃的 但實際上吃下去之後 比我想像中的好吃很多 第一個是口感 它其實是Q彈 它就是很有嚼勁啦 那再來是味道 我覺得味道上是因為店家有做過處理了 它滷的還蠻入味的 就是我們一般在吃鳳爪的那種滷汁 其他配合的部分呢 我覺得都是很棒的 就是尤其是咖哩的這個湯底的部分 有用心 咬起來的時候呢 它都還有點那種咖哩一絲一絲的感覺 就是它不是用咖哩調理包做出來的 那另外呢 就是它的配料非常的多 有高麗菜嘛 玉米筍啊 木耳 鳥蛋 基本上一整碗的半邊 全部都是料 那如果你有來雲林的話 也是可以來嘗試看看啦 雖然是要預約 但一輩子能夠吃到鱷魚肉的機會也不多 不如就趁這個時間來吃吃看吧 剩下的最後一整碗 embrace